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其中一個觀眾問我最多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每天都在家,不用出街,不用上班,不用工作 這個問題其實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包括Facebook或者影片的留言下面 其實我回答過很多次 其實我的工作,我就是一個YouTuber 所以你問我不用上班,其實你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就就是上班 我的工作就是拍片放上網給大家看 另外還有一些留言問 為什麼你每天都不出街,每天都留在家 有很多事情我都沒有拍片出來 譬如我的廁所撒屎,我都沒有拍出來 我是不是不撒屎,我也要撒屎 我又不是美女,美女就說不撒屎 我不是一個美女,我是要撒屎 譬如好像這個星期 我去了這個成大的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 我去做了一天,都不是一天 做了一個小時的客席講師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去做客席講師好像很厲害 其實我只不過是去跟同學吹一下水 發表一下自己對於社交媒體的看法 絕對內容就不是學術性 完全是我個人的感受和個人的經驗 在那裏現場的同學 其實大家都在學這個影片製作 所以他們知道的東西,他們懂得的東西 應該是比我多 因為我所有的東西都在網上學回來 我是看Youtube片來學怎樣做Youtube片 然後譬如好像昨天一樣 昨天我出去了公園那裏,試玩了一件東西 沒錯,我就是試玩了這件東西 那這一個其實是我朋友的朋友 他們是這家的代理來的 那他們就傳了這個serve view給我 那這件東西我想說是非常非常難玩 大家都知道香港現在的法例 就說街上就不可以玩電動滑板 但我覺得香港的法例實在太過時了 但當然香港法例不容許 我相信如果有很多人在街上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很多人會被車載死 但其實我真的很希望香港可以像歐洲那樣 就是多些人踩單車 就少些人開車,少些廢棄 就像現在這樣,十月底,十一月 走出街,你一流汗 你站在馬路邊一會 然後你拿紙巾出來,抹一抹自己的頸 是會見到超多灰塵,超髒的 所以如果香港可以少些人開車 多些人踩單車 我覺得是會令到整個香港會乾淨一點 還有另外一個觀眾的問題 他們就問我說,為何近來看不到Maii出現 在這片中,因為她現在其實不是在香港 她現在在日本 那早幾天她去了她媽媽那裡 做這個自家製的面屎 對 面屎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發酵的大豆 大家在香港去吃飯,吃日式的東西 一定會喝個面屎湯 吃個面屎拉麵 其實日本很多人都會在家裏自己做 就不一定會去到那些熱鬧市場買的 基本上這一個就是我這個星期裏面 我,包括Maii的一些更新 這類型的一個星期更新的影片 其實我想拍很久 因為很多東西,其實我可能我拍了 或者我跟家人出去吃飯 或者我去做什麼,其實我拍了 但我沒有放上網的 可以試試用這些一個禮拜一次的形式 慢慢把那些片段放在中間 跟大家說我這個禮拜做了什麼 如果大家都覺得有興趣知道 我這個禮拜是做過什麼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我可能會私下 盡量都放多一些這些片出來